因為我們騎的時候是這樣 固定的不錯對不對 它的重心很高 它不會讓你卡住 我什麼都有的人 有時候很多背包 它就只有一層垂直收納 那譬如說 這個放筆啊 線啊 電池啊 不要想說要放太滿 OK 帥歸帥 帥到沒朋友 帥到沒女朋友 單身狗加單身車加單身包 它這樣一系列就是 那剛好推出就是我們這支 1111光棍 11月 各位單身狗們買了啦 一樓一樓一樓 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我們公路漂流 我是火花羅 嗨 我是姆士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就是一個 讓大家可以帥氣夾分的背包 什麼背包呢 來給各位看 JAMS背著這一款 菱形畢格的P什麼萬的 我不知道 我每次我都忘記它型號 太多型號了 NMBCU花東 然後我在漁板南城去的那一支 然後還有 對對然後還有一些照片 結果其實有人在問 欸哪個背包很好看 我那時候說就是說 我會有空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一款 菱形的背包 而且它是屬於硬殼的防水包 它不完全防水 因為它拉鍊還是會進 它至少它這個外面是防水的 那這一個呢 我認為啊 很適合介紹給我們的 摩托車騎士 為什麼 因為像 JAMS這種單身狗 然後車子也是for單身狗 單座蓋 對 單座蓋 那我們這一個背包呢 它也更適合單身狗 就是單身狗加單身車加單身包 它上了一系列就是 那剛好推出就是我們這一支 1111光棍椒 各位單身狗們買了啦 為什麼說這個背包特別適合單身狗呢 因為它後面太菱形了 然後你後面那個要 沒辦法讓你舒服的抱 對 沒辦法讓你舒服的抱著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背包 對於就是你 這輩子就是想要一個人騎車的 我跟你講超適合 來讓我們JAMS上車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只要上去之後有沒有看到 整台車的這一個配色 然後整個菱形的線條 你自己背起來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它的重心很好 因為我們騎的時候是這樣 固定的不錯對不對 它的重心很高 它不是那種錘在這裡 然後一直摸你 會擋住你做姿勢有沒有 對 它不會讓你卡住 那自己背負的感覺呢 我覺得很舒服 還算舒服 而且它有這個袋子 胸袋 它就不會越騎越開 背後 剪壓還OK啦 平貼的感覺很充實 很充實 而且它你感覺到它是有剪壓的 連背上也是有兩條 中間是空的 那我們拿下來給大家看一下細節吧 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它底下其實就是有一點點往上收 所以它對於單座蓋這個部分 可以稍微的 閃過去 可是你如果放太長太鬆你還是會 騎車最好是收緊 因為你風大的時候它會鑽進你的任何角落 會空中在甩 沒錯 那但是它這個外型我覺得 外型好不好看 我說真的見仁見智 但是我必須說它這個外型設計上 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 放置的時候 它這個放 你如果想要放那個速克打腳踏板的話 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你放在這邊的時候 它就會滑來滑去 它沒有止滑功能 它沒辦法固定 就是你必須要這個東西稍微扣住啦 它才比較不會亂滑 你腳可能還是要夾一下 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它目前外型上的缺點 如果做這麼有靈腳的造型 它讓你在桌上取物就會有點困難 對 因為它可能會旋轉 另外一個就是放在地上的時候 所以它也只是就是 就是會倒一邊啦 對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就是給那個行李箱用的 就是可以放在行李箱上面的這個空間 套上去 然後它比較可惜的就是 這邊沒有可以取一些小物 像 沒辦法這樣拿 我們自己出國騎車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東西怕會被爬走 可能就會放這裡 那它這個也是沒有 那另外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這個 這個袋子 我本人比較瘦啊 所以我基本上背背包的時候 這個束帶都會收到最短 而且收到最短之後 這個以我的習慣 我會把它捲起來 然後塞住 要不然它會 有一些會那個啊 會這邊做收納 但是它這個就是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它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那整個背後這個通風跟背負心 我覺得你只要不要背到太重 OK 那我上次不是背去走那個三線台嗎 那個時候這樣背是OK 那我們再來看裡面的內容 它裡面齁 我覺得就是它這一個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第一個 它這邊設計了一個固定兼手機的收納單 因為以前齁 就是通常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袋子 就是固定筆電不要滑出來 除了固定這一個功能以外 它其實是手機 所以有時候你手機放裡面 你這種背包啊 最不喜歡放裡面 為什麼 因為很怕你那個手機要 撈半天 撈半天 所以它這邊就是固定在這裡 那可以放到多大呢 除了Jemus自己的話 像我的14 Pro 剛好 OK啦 Mass可能沒辦法 可能有點一半 我沒有試過啦 我不知道 可是沒有手機殼或許可 對然後呢 所以它的手機在這邊是最剛好 我只要拉開一點點拉鍊 手進去就可以撈過 就可以拿 然後底下就是可以放筆電 那看起來應該可以放到16吋 最重點 它前面還有一個平板 因為你知道嗎 我什麼都有的人 有時候很多背包 它就只有一層 給你生產力與愛奇藝 對 你講得好棒喔 平板沒要做事的時候 我就追劇啊 我追動畫不行嗎 你這個真的講得很棒 這個背包的開口 它也可以透過這邊去調整 推到這麼大 大小 對所以你可以把它全開 全開就很大了 對 它全開可以180度啦 不錯吧 對 好然後 這個呢 下次再跟大家介紹下一集 下一集要介紹 我們下一集要介紹 大家也盡其期待 就是非常好用的硬殼小腰包 而且它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Pro版本 一般背包收納的時候 就會有普遍的問題就是 通常你丟丟進去就是全部都在 一起滾 最底下很滾 所以它裡面就加了一個 這一個隔板 可以讓你把東西垂直收納 那譬如說 這個放筆啊 電池啊 電池啊 然後它重點是 這後面可以放比較大的 大的東西 然後像這些東西都可以再收一些小東西 如果你沒有這個隔板 連隔板都可以拆 它隔板可以全拆喔 好等一下跟大家講這個隔板 來我來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背包另外一個缺點就是呢 它底下因為收了這些造型之後 然後它又是背開式 很容易產生一個狀況 就是假設我今天這樣放的時候 喂 有沒有看到 蓋不起來 下面這一包很凸的 對就所有東西都會卡在底下 所以你要喬一下 然後再關 對算是要調整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這個隔板很重要 它這個隔板就是 不要讓你的東西全部 掉在下面 往下掉 所以這個時候呢 像我如果要帶這個 我就要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再把它 放在前端 對然後它這個隔板的設計呢 是用快扣 快扣這樣子扣 底下兩個扣起來 好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最後一個缺點 它這個快扣 老實講不好扣 因為這是硬的啦 所以你要喬到這個角度 對你看你可以扣到這兩個 好扣到這兩個之後 接下來要扣這兩個就會 很難扣 有一點扭曲 最後我通常都怎麼做 我就是只扣下面兩個 因為它立起來就不會倒了 對然後我就只要放下來就好了 那旁邊 我必須說 就是它們扣不好的地方 這個我都跟它們反應過了 我覺得它這旁邊 應該要做一點彈性 可以拉出來扣 就可以比較輕鬆 或者你乾脆用魔鬼沾 對用魔鬼沾拉整條比較快 好啦它後來 它是想要改造成整個貼在 就是乾脆把這個 從這裡做 把這個全部抓在這裡 你這個垂直隔板很重要 對於這種背包很重要 那它的解決方法 就是用這種形式 但是這種形式在實際使用上 我個人是覺得還有一些 改善的空間 改善的空間 那這個包 你自己用到現在 我的心得就是 你不要背太重 OK 不要想說要放太滿 OK 這種硬殼收納包帥歸帥 帥到沒朋友 帥到美女朋友 跟仿賽一樣帥 對 它改版之後便使用很多 可是這一個版本呢 就會變得 你要挑你要帶什麼東西 最重要的是 這種硬殼包 就是它沒有 變形的空間 一旦沒有變形的空間 你就會蓋不起來 因為一般的背包 你就擠一擠拉鍊一拉 對就OK了 環島出門 然後你的衣物啊 充電的東西啊 已經讓它很滿 然後你中途想說 那我要買一瓶水 你就倒了 那你就要把那瓶水 再當下把它喝完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我認為 這個背包齁 你只要先預設到它 就是你覺得 你可以接受我剛剛講的 所有的東西 我跟大家推薦東西都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好 但是它有沒有覺得我覺得 可以再改進的東西 我都會老實講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最大最大最大 最大需要再調整的 就是它的置物空間 收納需要再有更好的一些調整 可是呢 目前我的解決方法就是 隔這兩個 可是 好 所以如果你覺得可以接受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市面上看不太到的 騎士硬殼防水 算是防潑水啦 應該講防潑水 因為它這個拉鍊也沒有做那個 防水拉鍊 接著上你要在雨中騎很久 才有機會濕到這個內層 對 正面再幫它擋水 這個包 大家覺得看完怎麼樣 那如果你會有興趣的話 這個包其實不貴 還蠻便宜的 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記得定價是3580上下 3000塊 買一個這麼帥的 我覺得OK啦 大逆的單身車 一個單坐蓋就不只3000塊 對啦 好 所以這一個包3580 大家能不能接受 可以這一次111一起下單 然後呢我們下一集 要跟大家介紹的 小腰包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 Pro版本 可以放單眼的一個版本 如果這一集 大家覺得這個背包 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到火奧多爾 那個蝦皮去下單 好不好 再來我們就往下一集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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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牛項上 就叫去一點點 兩個小腰刀 幹嘛 一起去 นะคะ plague by bwd6